AVN 我待压四年了也没有什么话来有什么介绍 你有什么要求? 舒适 安静 要个水好 最重要是性价比啦 这样子的轮胎啊? 我好像不懂有什么轮胎适合你哦 轮胎我不是很会的 但你又问我有什么要求 你好像很厉害的 不用讲外面有轮胎了 去问一下轮胎了 应该OK的 总的轮胎都可以 问肥杰就适合了 OK OK 去问去问 喂 大家老 什么事? 应该要换轮胎 换啦 给我讲 然后有什么推荐没有? 它要割应好 然后排水好 然后它要舒服 然后重点是要有性价比啦 我们介绍 给我想一下 太多要求了 Good Year Comfort Track不错 安静 这样子好在哪里? 好在啊 性价比哦 价钱也不错 我有朋友用着啦 听说是不错啦 不错 换咯 等多个 你有什么推荐的轮胎店没有? 我的小王是去三月的 Hubson Auto Care 啦 那个不错 你不要讲你这名啊 你讲Ivan就没有Discount 更贵 你点吗? 真的真的 而且这个Good Year 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 5 Series C Class 还有 HRV 等等 都有它的Dire Size 所以蛮大众化的啦 所以就是很多选择了 对 你想一下 Luxury 的车都可以用这个Dire 就代表你的Gamber用肯定不是问题了 OK啊 我加了自己看下 你懂啦 镜头上面看到你很肥 老板讲这个轮胎你用了一个星期了 有什么感受? OK哦 它真的是蛮安静一下 安静? 其实我一坐你的车的时候 我也是有感受到啦 它跟之前你的原装的轮胎比 它应该近了差不多有一个10-15%左右 嗯 尤其是你走那种比较烂的路的时候 那个轮胎没有那种嗡嗡嗡嗡嗡嗡嗡的声音 好像有那种Seed Seed 的声音 对 它把它把那个声音吸掉 然后舒适度呢? 你觉得这个舒适度有没有进步? 舒适度也是有一点点 你看 然后现在pack一个碗 诶 它抓地哦 OK哦 也是真的抓地一下哦 也是OK 你看那个地刚刚 其实刚刚下碗鱼 它地上还有一点湿 如果你地上湿的话 你这一个抓地 其实就是会比较 没有这样抓地啊 有水嘛 可是你可以feel到 其实它真的是抓地 那个碗 一过那个碗的时候 是真的有感觉到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它那个胎壁 它的胎壁好像比较 比较容易 比较能够吸震 所以你在过眼看啊 前面那个 有这种洞啊 你过的时候 你们画面看到吗 它是 它那个路过的时候 一般上如果讲 你的胎壁比较硬 它吸震不好啊 车是这样子兜的 然后它现在这样 拱就过了 所以它把这个吸震 吸到很干净一下 然后隔音 我也觉得还OK咧 隔音 所以有比较 很像我们做一个测试啊 因为我before 我换DiA的时候 其实我有拿你那个 DbE DbE的仪器 所以我换了DiA 我也是会再check多一次 为了避免讲 我们用耳朵听啊 听不出成绩啦 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DbE来测试一下 因为之前有买到一个DbE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那个来测试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比较安静 嗯 最近一直下雨 好歉你有换到这个轮胎 你可以看Pack那个碗的时候 那个地上湿 你过那个碗的时候 它是真的是 它没有跑咯 它没有跑 它不会飘移这样子 嗯 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个轮胎 这一方面是真的是很好 是因为我这辆都是家庭为主啦 都是有安全性的 因为我鞋上才很人好笑哦 OK啊如果是讲 你驾了一个礼拜啦 你应该有点心得可以分享啦 这个轮胎十分满分 你会给它分 就这个比较你旧的轮胎 嗯 我会给九分 九分啊 很高下 怎么给它这样高分 你看你最喜欢哪几个 因为你要要求我们那四个嘛 就是各水各一 舒适 舒适跟性价比 都有满足到啦 嗯都满足到 其实这个轮胎的价钱 我觉得OK一下 所以真的啊 各位如果是讲 你有开到这个车子 想换轮胎 然后这个轮胎又适合你的size 我觉得你可以试用一下啦 嗯很性价比啊 嗯好的 其实呢那个肥杰 它跟你推荐了这个轮胎过后 我有去查 因为这个轮胎 它安静更舒服 可能是因为它有一个黑科技 A-N-X A-N-X啊 是不是那个Astronach A-N-X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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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A-N-X 它是Goodyear专属的技术啊 哦 它有一个特殊的科技 它可以吸震 然后吸噪音 吸震就是 它给你的车更舒服 然后它吸噪音 就给你的车更安静 所以我讲 你feel到它那个车 安静更舒服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科技的原因 嗯 然后我看他们的网站 他们网站有讲到 你是Goodyear的用户 他们有三个保障给你 第一个是如果你的车子因为路况的因素 导致轮胎损坏 他们一对一exchange 哦 就是说 好像有脏 脏起来还是什么 那些都可以了 他们一对一 然后他们会提供两次免费的维修 就好像讲 如果有时候 车子可能会有种 所谓的种拿包啊 种拿包还是什么 他们免费帮你检查 你只要回去Goodyear的dealer 他们就帮你检查 任何一间 对 任何一间 然后第三个就是五年保障 哦 不过你要注册先啊 你注册了没有 还没有耶 这样要记得注册 然后哦 现在他们还有promotion 你买到Goodyear的轮胎 他们会给你那个 Touch and Go E-Volant的Voucher 这个也还没有拿到耶 这样子你要去问一下咯 你要去问一下 不然的话不要浪费 是 所以哦 肥杰介绍的轮胎 还是可以用一下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讲你的车子 真的是有这一个 更换轮胎的需求 然后你们对这个性价比有去追求的话 那么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这个Goodyear的轮胎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简短的换轮胎影片 大家有什么看法的话 可以在我们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OK啦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